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乐 那我们开频道以来呢 其实一直有收到一些私信啊 或者评论啊 就询问有关工程师职业规划的问题 所以我打算接下来呢 就和小刘一起分享一下 这类工程师的话题 包括说新手入门 然后不同工程师之间的职责 如何选择编程语言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准备 技术面试等等 如果你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的话 就是因为最近也是 疫情期间有些人 可能在家里没有事情做 想要学习一下编程 或者看工程师的工资比较高 想要成为一名程序员 那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话 那这期视频呢就是为你准备的 不管你有没有编程的基础 那我总结了四个阶段 给大家一个参考 然后也对应找了一些免费的 靠谱的因为学习资源推荐给大家 当然在开始之前呢 我就想说那每个人的学习方式 是不同的 而且互联网上 关于编程的学习资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收费的免费的都有 但是今天的内容呢 我会尽量找一些免费的资源 就想说就算你半途对工程师 这个职业幻象破灭的话 也不至于有太多的金钱的损失 那而且呢就是比起别人说 这个有用那个有用 其实都还不如你听进去 然后理解的那份资料最有用 所以就是与其花时间去找最好的资料 就不如现在就投入专注的去学习 并且掌握更重要 那首先如果你没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话呢 非常有必要系统的 全面的了解一下计算机基础知识 了解基础的数据结构 算法 算法知识 数据库 设计模式 还有编程语言是什么 这类东西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我不建议看零散的文章 最好还是要有一个成体系的书籍 或者是这门CS50的课程 这是哈佛大学计算机导论的公开课 那作为入门课程呢 它非常有趣 而且质量也蛮高的 但大家注意看这里建议的学习时长是 11周每周10到20小时 就算一周学5天 每天也要花2到4个小时 所以准备好了吗 就是如果你想要放弃的话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的视频 才不过5分钟 就帮你接约了220个小时 其实这个系列的课程呢 它是视频啊笔记啊PPT啊 还有一些对应的课后作业 是可以加深对这一节课的理解的 所以就做题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做题 然后你也可以加入它这个社群 和一群人一起学习 那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大家交流 这位老师还有提供游戏开发 网站开发和人工智能 这三个方向的课程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方向的话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 就很推荐选这个方向 继续深入学习这个系列的课程 那我比较推荐这套网站开发 那它是12周每周6到9个小时 有轻松很多 这个课程呢就包含了一整套 网站开发流程的前端 后端数据库等技术 还包含一些稳定性啊 用户体验啊工程师合作的 技术操作啊CICD啊等等 最重要的呢就是跟着它的节奏 就完成它要求的实践项目 整个下来可以可能可以完成一个自己的网站了 那如果你还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的话 下个视频呢我会展开讲一下不同角色的工程师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分工 那感兴趣的话点个赞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那现在的话就先说 如果你没有找到自己明确的方向 那第二第三阶段要怎么做呢 我会建议选择一门编程语言深入学习 并且不断的去练习通过学习它的语法 来加深对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理解 那对于工程师来说 我们通常呢都会不止一种编程语言 那第一门语言的学习的方法啊 过程啊就决定你能不能以后能不能很快速的 举一反三去学会其他的语言 在前面的这个CS50课程中呢 就有介绍编程语言的C语言和Python 那我其实就推荐说继续深入学习Python的语法 或者JavaScript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两个现在都是非常流行的编程语言 流行呢意味着就是有非常多的学习资源 然后以及工作机会 对那我觉得就这两个不用太纠结谁先谁后 因为很大程度上你都是得会的两门语言 另外这个阶段呢我也推荐使用在线的编辑器 学习掌握基础的语法知识 它有三个好处 第一所见所得它能够及时的 你能够及时的得到反馈 能够感受到自己学习一点点的进步吧 第二个呢它可以一个小case 一个小case拆分来练习 那第三点呢也不用担心本地的编译问题 至少先把语言学起来 那不要被这种本地的编译环境吓跑了 因为以后你就会知道其实编译环境也是非常让人头大的事情 那学习资源的话 我推荐一个FreeCodeCamp这个网站 那JavaScript和Python都有 它还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那4个多小时的Python和3个多小时的JavaScript的课程 在这个网站学习 JavaScript的话 大家自己是有编辑器 可以一边看一边学的 还算比较方便 那Python的话没有 我会在信息栏里面贴一个Python的在线编辑器的连接 那也方便大家搭配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学习资源 一边看一边在这些在线的编辑器里面做一个实操的练习 那第三阶段呢熟能生巧嘛 写代码其实跟学乐器是一样的要不断的练习 到这步的话我们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我想说我们应该对编程还算有点兴趣吧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把本地的环境搭起来 然后在本地开发一些小项目 然后持续不断的去练习 那编程语言的开头呢 一般都会教我们怎么去安装配置的编译环境 在这里可能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不要放弃 我们已经学会了很多了 小项目的话也很多 比如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个人的博客网站 记录我们自己学习编程的过程 或者用Python的脚本来做一个每日天气预报来发给自己 或者随机生成一段密码这样的小功能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开发什么小项目的话 我们还有一种锻炼方式 那你可能有FB的账号 有YouTube账号 有推特账号 但是在工程师的大家庭中呢 Github、Dcode和StackOverflow就是我们的名片了 也是科技公司招工程师非常看重的辅加值 尤其是对于没有项目经验的职场新人来说 这个就是你的敲门砖了 那这个阶段不是说要等前面全部做完了之后才开始做 而是当你开始学习编程语言的第一天起呢 就可以注册一个Github账号 来记录我们学习过程中写的每一行代码 然后这些深浅不一的绿色的格子呢 就是我们勤奋的证明了 那Github是用来练习算法设计啊 科技公司的技术面是呢都大多来自于这里 就能把它全部刷完并且理解透彻的话 技术面就是小菜一碟 在练习这个阶段呢 没有项目做的话 其实在Github上做简单的算法题呢 也是很不错的练习方式 就还能给自己长长经验值 那Stack Overflow就更厉害了 就工程师从入门到资深 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如果在这里你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话 那你可能得花一番力气才能找到 同时就是当你在整个学习编程的过程中 有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寻求帮助 还有呢Github上有非常多优秀的开源的项目 来解决各种问题 每个人呢都可以免费的使用它 也能够关注他们 并且给他们贡献代码 就像前面的这个FreeCodeCamp 也是世界各地的开发者 共同维护的一个开源项目 但是注意不要做伸手党 要善于搜索 取之于社区 同时也不要忘了回馈社区 在参与这些开源项目的时候呢 你也有机会去练习自己的代码能力 但是这一点可能对新人会比较难 最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但是计算机科学其实也不是我的首选专业 我也是调剂过去的 我当时选了一些传媒啊 记者啊 经济啊之类的学校和专业 如果你数学对于你来说很痛苦 那未来工作的每一天都会让你非常的痛苦 作为工程师的话 你就是要喜欢解决问题 擅长解决问题 包容接纳新鲜的事物 并且持续学习新鲜的事物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那你完全是可以走出现在的舒适圈 去学习一点新技能 那总结一下 如果你只是想要学习一门编程语言 来改善一下自己工作中的重复劳动 并没有想要从事工程师这个行业 那你第二第三阶段的语言学习 然后做一点小项目呢 练习一下就够了 那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高薪的工程师 非科班出身的同学的话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掌握基础 然后来提高自己的职场竞争力 那第四阶段的辅加技能呢 也要好好的经营 现在给大家算一下 如果要入门一名工程师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每天三小时 每周五天这样的学习节奏的话 第一阶段是十一周 二三阶段至少是八周 这样下来的话五到六个月就跑不了了 所以好好想想 那今天的内容就这样 有任何方法帮我点个赞评论支持我一下 而且这系列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困难的多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源也可以贴在链接里面 那我之后有翻到的书籍 我也会放在信息栏里面给大家一起参考 那最后不要忘了订阅 好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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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